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现在进入这一个第四个范例 这个范例呢其实是大家最常见的 因为 这是已使用了 这个Android SDK里头的AIDL.exe 这项工具 那这是大家最常用的 那用这个工具呢 首先就是 我们来定义 这个 定义这个接口 就是叫做 MP3 这个 Crayer Interface 等AIDL 就是一个 我们定义的一个接口的 用Java 的一个标准的接口所定义的 然后呢 这一个AIDL工具就来吃这个文档 把这文档吃进去之后 那么会产出这两个类 产出这两个类 所以呢 就是由这两个类呢 就是由这个工具所产出的 由这个工具所产出的 然后这一条线呢 其实就连到这里才对 连到这里才对 OK 那 这样子的话 这个Cray呢 就可以透过这个接口 来扣到 这个Plexey 里头的 Pray跟 Storm 他再 扣到 I-Mind 再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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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再扣到这里 之后再来扣这里 然后呢 之后呢 再往这边扣下来 再往这边扣下来 他的动作是这样子的 那只是差别差在 这个类 是由 AIDL工具来产生的 产生之后呢 这个 提供一个Plexey给这边来用 那么提供Storm 给这边用 差在这个地方而已 OK 好那我们再来说明 藉由这个开发工具自动产生 Plexey跟Storm 这个类的程序码 在 分 分别转交给AC01 跟这个就是给Knight跟Server的开发者 就是藉由开发工具 来自动产出 Plexey跟Storm 这两个类 的程序码 然后再分别交给 AC01跟 MP3My的就是Knight跟Server来使用 因此呢 AC01就是Knight跟Server两端的开发者 都不必具备有RPC的知识 因此呢 大家都能够享受到 不知而易能用 这种的良好的效益 OK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 看这个实际的代码 一样的我们提供的Play Storm 跟Edge的三个 这个 Button OK 那我们现在 就是要来 首先 我们就是 要来定义 这个 一个 MP3Player interface 这个接口 然后他的档名呢 要特别加一个 AIDL 所以这个 interface 就标准的 Java的 Interface的定义 这个就是Interface的名称 然后里头只有两个函数 然后呢 就使用这个AIDL 就像工具 然后呢 来把这个文档 把它 出进 把它转变成这个 点Java的 就是把它 吃进来 吃进这个AID 所以这个工具 把这个文档吃进来之后 那么他就会 产出这个 点Java的 这个类 就会产出这个点Java的类 然后这个类呢 你会看到 那么 这里头呢 首先定义的 就是 一个class 叫Storm 里头要产出 这已经产出来了 有Tool产出的 然后呢 他是 继承的Mind Extend的这个Mind StormExtend的Mind 那里头呢 就是有 这一个 定义的 这个OnTransact在这里 就是被调用的 OnTransact OnTransact里头呢 再把它 调用到Play跟Storm OK 那里头还定义一个叫Plaxy 那Plaxy呢 他有implement这个这一口 implement这一口 所以这个叫Plaxy Implement这一口 这是刚刚所看到的 这一个图 这里 就是这个图 现在所看到的就是Plaxy 这个先有这个Storm 然后里头呢有一个OnTransact 然后呢 他会CodePlay,CodeStorm 然后呢里头还有一个Plaxy 这个Plaxy列里头是implement这个这一口 所以他要有两个 这个 实现的函数 OK 所以就在谈这个你看 这个Storm里头呢 Storm类里头呢 定义了一个 这个叫做OnTransact 定义OnTransact 那OnTransact呢 会来调用 这一个 你看他会调用Play 那么也会来调用Storm 这里 然后就扣到子类 因为在这个Storm呢 在这里头是抽象的 所以会把它扣到子类 那里头会再定义一个Plaxy 这个Plaxy有implement这个接口 那这个Plaxy呢 里头呢 就定义了 这一个 Play的函数 跟一个Play函数 这个Play呢 他就去调用Transact在这里 调用Transact 那现在在谈的是在讲这里 在这里 就是 这个Plaxy呢 会定义一个Play 定义一个Play 然后这个Play呢 会来 调用到个IV接口 会调过来 调用到这里 所以现在在讲的是 Play呢 里头调用IV接口 在这里 定义这个IV接口 在这个Plaxy 然后里头有Play 那Play呢 里头会调用 这个IV接口 就是在这里 调用他IV接口的 Transact 有没有 他的Transact OK 好 那这里头 就是由他的 这个乘气产生性所产生的 那这个Play跟Stop 两个都是抽象函数 都是抽象的函数 或者 Overwritable的函数 所以从表面看起来 这个MP3Player的接口 是蛮复杂的 其实他的接口 是很清晰的 他的只要你有反向调用 接口的 等等的概念 就很容易理解的 很容易理解的 他只不过是 这些代码呢 他不过 只不过是表现了 是这一段而已 表现的就是这个圈圈而已 这个 有没有 他 stop 既成by的 然后实现的 OnTransact OnTransact 扣他 然后再来定义一个 Plexi的类 Plexi里头定义一个Play 然后Play可以扣他 然后 这边在 实现一个接口 所以这边就可以扣接口 然后就可以扣过来 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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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如果你 仔细看的话 你会觉得 其实 那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道理 很简单的逻辑 那么 这个service呢 就是用来new 这个binder的 这是扮演这个工厂的角色 然后这是扮演product的角色 OK 就这样而已 然后呢这边 MP3Minder呢 其实里头就封装的media player 我们一直都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原则 所以里头 Coremedia player的start Coremedia player的start OK 所以呢 整个播放器的接口都是被包装在 这一个 Minder的类类里头 那就是定义一个button 这个 比较没关系 AC01其实就很简单 他就定义一大堆的button 然后呢 等这个 他送回来IVJ-Core的时候 那我们再写一个 这是J-Core start as interface 把它塞进来 那就会得出来一个 这样的一个plus的 一个J-Core 一个lay 那么就可以call它啦 那这就是 啊 这一个 跑出的就是 MP3的interface MP3 interface 这个J-Core 那这个J-Core呢 就是我们plashy的 形态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J-Core 这是我们的J-Core 那这个J-Core呢 是 由这个plashy 所 提供的 由plashy所implement的 所以在这一个 这一行代码里头呢 它内部 就含有一个new plashy newplashy的动作 然后呢 再把这个IPJ-Core送回来 之后呢 再把这个 new出来的这个plashy呢 这个对象的 的这个 我们的J-Core把它传回来 就这样子 在这一段里头 会有一个newplashy的动作 所以再把这个plashy呢 的这个J-Core把它传回来 它的动作是这样子的 因此呢 这边就可以 调用 这个你看 直接调用这个J-Core 里头的play 直接调用这个J-Core里头的stop 就这样子 OK 所以呢 关于这个 AIDL工具呢 那这个在Android的SDK里头 都有很详细的说明 那对于Android的初学者来讲 AIDL的机制 可以说是比较难懂的 那事实上 其实呢 它只是为了 来阐述这个plashy 跟stop的两个类而已 所以说真的 当你了解了 这个plashy模式 也了解plashy stop模式的时候 那么你就觉得很简单了 然后 基于这个plashy模式呢 就可以了解 这个AIDL工具的角色 让它来产生 让它来产生plashy跟stop的两个类 来包容这个RPC 就跨进程的复杂细节 因此未来 就可以不断的 改变 这RPC的机制 不会影响到 这个应用的类 所以呢 这个plashy模式呢 提供简单的 JECO 简单的外表 包容的 繁杂多变 那么 也促成了 这样子的 抽换性 以及生生不息的 活力 这个 岂不美哉 对 就是 你不觉得很漂亮吗 那就 Tocoplashy跟stop呢 把这RPC 的细节跟接口把它封装起来 然后提供一个 更简单的JECO 包容的 里头复杂的 所以简单的JECO 包容复杂多变 而且可以促成抽换性 然后呢 可以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 OK 那我们 这一章就讲到这里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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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